要介绍今天的书之前先问读者几个问题 你觉得男生跟女生谁的数学能力比较好 或者讲到田径场上的表现 你觉得黑人表现好还是白人表现好呢 你心中是不是有答案 你可能已经有答案了 当然我今天要告诉你 这个书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刚刚的问题 维瓦地效应 维瓦地效应这本书是在讲人类的刻板印象 我刚刚问的题目你心中有一个答案 你一定觉得数学一定是女生比较差吧 你觉得是田径场上的表现 或者我们看到NBA上面都是黑人的天下 但是这可能是我们的认知印象 不过这些认知印象可能会对我们的行为 甚至决定你是谁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维瓦地效应这本书呢 为什么叫维瓦地效应 他提到的是在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作家 他是黑人 他说他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刚好那阵子他们社区发生了一些凶杀事件 是跟黑人有关的 所以所有的人看到黑人都非常的害怕 这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图 于是他就想到 那他就用口哨的方式 他吹起了维瓦地的四季乐章 所以这维瓦地的四季乐章 因为他吹得非常的铿锵有力 而且音准非常好 所以很多白人听到一个黑人 会吹奏着维瓦地的乐曲 就会觉得他应该是有教养的 家教是不错的 受过教育的 自然而然就卸下了新房 你觉得这是非常可笑呢 但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因为很多的刻板印象 而影响我们对一个人判断 甚至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你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实验结果 在维瓦地效应这本书里面 他告诉我们的生活当中 人可能都会被贴标签 而这些标签化的印象 可能会影响你的表现 如果今天黑人跟白人一起做体能的测验 你告诉他说 我们这是要做一个体能的训练 你会觉得可能这个表现会不太一样吧 因为每个人在听到这个测验的目的的时候 可能先入为主就会产生压力了 如果你说这个测验 是要测验你是不是一个运动能力很强的人 这时候白人的压力会比黑人来的大 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做这个测验 是为了看每个人的运动智能的话 这时候黑人跟白人就没有显著的差别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实验现象 因为我们心中害怕被贴标签 而标签化的印象 可能影响了你决定你是谁 跟行为的正常表现 在这本书里面是很有趣 而且非常深入的一个心理剖析 或许你觉得现在种族主义男女平权 已经不是问题了 但是透过这本书 科学家从他的很多的行为观察跟统计 会告诉你 人类还是受到刻板印象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有点有点猛的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是有点的 有点图的 看看是有点图的 受到这本书里面的 就算是有点图的 有点图的